美国中西部及南部地区 星期五再度遭到数十个龙卷风侵袭 造成严重灾情 多处房屋损坏 其中印第安纳州更至少有14人死亡 美国中西部与南部地区 从2月28日起便接连遭到 大量龙卷风的肆虐袭击 造成堪萨斯、密苏里、伊利诺 与田纳西州等地至少13人死亡 星期五再次出现30多个龙卷风侵袭这些地区 造成多处房屋、学校等建筑物严重损毁 龙卷风所到之处 几乎所有物体都被连根拔起 只留下一片狼藉 交通、电力等设施也因此中断或受创 其中印第安纳州灾情相当严重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针对这波的龙卷风灾情 美国国家气象局也总共向11个州 发布了21个龙卷风预警 提醒这些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准备 国家气象局也提出警告 未来几天内在印第安纳州南部 肯塔基州中部 以及田纳西州北部等地区 仍然有出现超强龙卷风的可能性 新唐人记者唐浩综合报道